第三回合 一分鐘 準備第三回合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怎麼說 因為我在交溝通的 我就負責交溝通 你先講的這一句答錯 會比較尷尬一點 你講得我越來越尷尬 因為自己去放低身段的話 沒有特別的意義 我們不用先認輸 但我們都說了 以對方的意見 順著花他來講 我們溝通學是說 我們順著對方的話來講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句話說 叫做 良藥苦口是錯的 良藥要爽口 然後中言要順和 那當對方跟我們意見不同的時候 又很固執 我們就配合他 然後順著他的話 去把他慢慢改變他 比較容易達到溝通的效果 對 因為你放低 對方會更強硬 就無法溝通 請揭曉 感謝 恭喜 還好沒有丟溝通學的臉 對不對尷尬 太尷尬 兩千到兩萬 有歸零 好好選 不要太固執 請選擇 剛才批評老婆了 現在聽不吹大呼吸 漂亮 沒有歸零 歸零你也沒什麼傷害 對吧 恭喜開張 烏瑞準備 請出下一題 在英國 若聽到有人要吃Cream Tea 請問是指哪一種 點心和茶的組合 A 馬芬 B 司康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鎖定 因為兩天 我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司康 司康比較硬一點 馬芬比較軟一點 因為我都沒吃過 這題 因為不能求救 所以只能趕快拆 請請 Cream Tea 好 英式下午茶 常常可以看到一個組合 是英式紅茶 然後還有熱騰騰的Scon 然後旁邊還會有奶油 或是果醬 那因為它非常的熱 所以等一拿來的時候 會馬上抹了奶油在上面 入口之後再搭配一點 英式紅茶 所以這樣的一個set的組合 就叫做這個Cream Tea 達利全又轉移了 不好意思 但現在沒有提示 我不知道蘇惠有什麼樣的結果 這現在其實滿有煙的 努力了半天結果歸零 蘇加油 努力了半天結果歸零 然後最後呢 變成四千塊的贏了 那就很好笑了 知道嗎 準備 請出題 回顧歐洲杯足球賽 在還沒點球PK規則之前 在1968年 一當地與前蘇聯平手時 最後他們是怎麼決勝負的 A 猜拳 B 值硬幣 我的答案是A 猜拳 決定 猜的 我其實覺得是B 但是如果我這題猜錯的話 他就不用選 他就不會歸零 但如果不然已經對了 那就加分了 那就尷尬了 因為那就希望是加分 猜拳決定勝負嗎 請介紹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在1968年的這場比賽 的確如果以現在來看 好像這個決定有點 太草率了一點喔 因為當時呢 前蘇聯跟義大利 他們呢 這個基戰到了120分 但是呢就是 比不出一個勝負 所以最後呢 居然是用直銅板 交給老天來決定 那一直呢 是到一九七六年才引進了 電球的制度 稍微公平一點了 達立選轉移 加斯汀 起 出題 十二氣候變遷宇宙的 生物瀕臨絕種 美國今日宣布 將哪一種動物列入了 瀕臨滅絕物種的保護名單 A 皇帝企鵝兒 3秒 B 北美灰熊 我的答案是 B 出題 哪一個是瀕臨絕種的動物 保護名單 亂猜 因為我想說時間快到了 北美估計講的應該是加拿大吧 確定 但是我其實有一點在想企鵝 但是北美灰熊 對 北美灰熊應該講的是加拿大吧 因為我知道美國很多兇 然後很多地區是你住那邊 就是胸會過來看你的那種地方 滿可怕 但是會不會滅 瀕臨絕種的動物 到底是皇帝企鵝還是北美灰熊 請 請 借腳 因為溫室照應 海濱消融 所以在南籍的皇帝企鵝 瀕臨絕種 那已經被列入了這個 兵尾的這些物種名單 反而是北美灰熊 過去呢也瀕臨絕種 但是呢經過了四十年的不斷的復育 他現在呢已經從這個兵尾名單當中 被除名囉 兩萬一千元策略成功 恭喜獲勝 漂亮 好 送給這隻好朋友什麼禮物啊 好 要送給你的禮物呢 是 OYO Fitness 肌帶型全方位健身神器 放進口袋的隨身健身房 美國NASA認證的科技 取代了傳統的腹中訓練 尾部 門夾 雙腳腳踝扣袋 最高可以提供25磅的重量 一次鍛鍊你的全身性肌肉 好嗎 謝謝 好好的用你的智慧 掌握住每一個機會 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 別忘了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鐘 請準時鎖定 全民新功率 拜拜 ¿Qué的? in the WHO EY in the WHO EY in the WHO EY 下次還有我的通告 哪天想看到妳 我想要看到妳 我想要看到妳 不要哭啦 要攻擊你 就是現在 破砰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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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